尊敬的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论语讲要研讨 最近在探讨的是私生关系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 维师本分的第五点 从教学内容 我们从事教学要知道要教哪些内容 再来第二是有教无类 这用平等的慈悲心 来教学 这不平等的心 就是用忘心 用分别 好丑的心 那这个就变成造业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效法孔夫子的 昨天在一条农课程 我们一起学习 见仁善 即师旗 那从事教育 工作 那一定要 见孔子 教学的 他的风范德行 我们要即师旗 为教学者不能不以孔子为榜样 所以师长说的 学乳要学孔子 学佛要学释迦摩尼佛 那佛弟子从事教学 除了效法孔子 也要效法释迦摩尼佛 我们时时以他们为榜样 众去远 以见机 我们一步一步 效法 跟随他们的脚步 我们也有契录 圣贤佛菩萨的一天 物质暴物质气 圣与贤 可寻至 这个是第二 有教无类 第三 精情教学 孔子 毁人不倦 释迦摩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没有中断 老和尚常常说 在经典当中 没有看过 释迦摩尼佛 今天休假 今天是 今天是 上的 这是星期天 放假了 所以这个 毁人不倦 那当然 那当然也是要 乐在工作当中 人为什么 一定要出去休闲 放假一下 因为他工作太苦了 他不缓和缓和 这个要继续工作 怕撑不久了 假如一个人 在工作中 就在 法喜当中 他就 比较 不用休息了 那就 乐此 不疲 欲罢 不能 我们看 海贤老和尚 今天我不 跟做了 你看海贤老和尚 工作不妨碍念佛 而且你看他工作的时候 他觉得 我多说粮食 就有人可以受益 尤其 刚好遇到荒年 他积累的这些粮食 救活 无数的生命 而 照理讲 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应该是 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行 菩萨道 就是我们每一个行业 都用六度的心 菩萨心去做 那就乐在工作了 所以 假如我们现在 在工作当中 觉得苦 可能念头用不对了 有没有人教学 觉得苦 太苦 那这个 要赶快 参 参一参 孔子 为师之道 佛陀 为师之道 我们参透了 就可以转苦为乐了 释迦牟尼佛 孔子教学都不间断 这各种是有乐的 好 那 这个 为众开法上 假如你的亲戚朋友 在工作当中很苦 那他用错心了 现在人 都有他一道人生 一套 人生的逻辑 大家有没有听过 我 我45岁我就要退休了 我现在拼命工作 一天做十几个小时 因为我45岁以后 我要环游世界 我要大玩特玩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朋友 你看 他也在规划他的人生 他也挺有目标的 不像 很多人游手好闲啊 甚至都迷在这些玩乐当中 他还是很有目标的 可是请教大家 他在工作的时候快不快乐 没办法 我为了45岁 我现在不干也得干 大家想一想 用这样的心情 干二十几年 会不会干出问题来 那他真的能到45岁 使游戏玩水吧 一个人 二十多年工作心情不是很好 你看 他45岁的时候会伸墙体壮吗 人真的不能保证当下 你要保证未来是不大容易的 其实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时候 right now 当下 现前一念 你怎么时候 知道无常会来 无常迅速 那当然 我们最能保证的 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 当然是一念真心 一念忘心 就轮回心 照轮回业 而且一念 是邪念 还会招感恶报 念头会招感 这个不能不慎重 比方说我们诚心念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请问可以招感什么 十方诸佛的加持 十方诸佛各出广常舌相 说诚实言 称赞无量受苦 不可是一功德 而且都是互念念佛的人 十方诸佛神经说的 真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前二十五大菩萨 随护其人 魔不能 扰 魔不能干扰 才修行 你看这一念的感召 跟我们起的邪念 就会感召我们过去生的业力 能体会一念的差别 就会克念 我们看孔子指导他 最得意的学生 言回 言回问人 孔子说克己 父礼为人 这很有味道 我们一想到人 就想到爱人 人者爱人 为什么孔子指导言回 从克己 因为克制自己的 恶念邪念 叫自爱 自爱才能爱人 我们每天烦恼重生 然后我们说 我好好去爱一个人 你别去害一个人就不错了 怎么去爱一个人 所以我们 能保证的 只有当前一念 所以佛 问弟子 生命有多长 第一个学生 说了 几十年了 佛陀说你还不知道 第二个学生说 饭食之间 吃一餐饭之间 佛说了 你还不知道 第三个学生说 呼吸之间 生命在呼吸之间 佛陀点点头 知道真相 世间无常 生命在呼吸之间 其实能守住 现前一念的人 就守住未来 遇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一切事没有离开 因果两个字 而且 主师还告诉我们 在道中 即不在 结难当中 道就是真心 一个人在真心 当中 他就不会 遭感 这些灾祸 来了 真心 遭感来的是 诸佛 菩萨 人生就是感应 就像十三夜道经说的 昼夜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你看他都是正念分明 用真心 令诸善法 念念真掌 他的心念都是实善 不容豪分 不善 见杂 事极能定 诸恶永断 善法圆满 常得清净 诸佛 菩萨 极于慎重 你看不是招感来 好的姻缘 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 万得鸿鸣 都不间断了 一生接一生 他会感应什么 感应到极乐世界了 所以老和尚常常说 海贤老和尚 见阿弥陀佛 不止十次了 是吧 他看到连次海会 也很多次了 因为他都是 念佛的心 去招感这些静缘 好 所以 人 要修学 首先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育 不随顺自己的 想法 看法 我们没有学佛以前 没有学传统话以前 我们都有我们一套一套的 人身 责理由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啊 跟大家讲起来 一套一套的 我觉得怎样 大家有没有经验呢 探讨一个事情啊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信取见 从果推阴 推错了 叫戒取见 就都是自己的呈现 一开口 人生 就是怎么样 可能就 把年轻人给误导了 只要不随顺经典的话 刚好我们 接下来会讲到 机会教育 佛陀 好多经都是机会教育 是吧 机会点到了 佛就讲这个法了 比方说 有一次阿纳律 这个也是佛的大弟子 跟其他的比丘啊 在讨论 人生呢 什么最苦 第一个人说了 胖欲最苦 这个胖欲指的呢 是男女之欲 哎呀 指都指不了啊 他觉得很苦 第二个呢 说肚子饿最苦啊 哎呀 鸡肠碌碌啊 都发愈晕啊 第二个 这 饿肚子最苦啊 大家听了这 两个比丘讲的 有没有道理啊 也是挺有道理啊 难怪孔子说 影识男女啊 人之大欲存烟啊 是吧 第三个说 惩恨发脾气最苦 那个火都从眼睛喷出来 不想生气扣置不住 第四个说 恐惧害怕最苦 前怕遇狼后怕遇狐 每天提心吊胆好苦 刚好佛经过听到了 机会教育 佛接着说了 有些人是浩盈的鸽子转世的 所以他会觉得贪欲很苦 有些人是恶应转世的 老鹰有的找不到食物 好几天没得吃 所以有些人是恶应转世的 他会觉得恶很苦 有的人是独舍转世的 称恨心特别重 有人是兔子转世的 兔子每天很害怕被吃掉 大家听到这里 想一想 人带着过去生的习气 每个人的性格都差异非常大 当然我们说到这里 要想到六祖大师的一句话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那都过去了 放下放下 怎么放呢 念阿弥陀佛 这些烦恼恐惧起来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念佛 即是自心线 深深唤醒自己的真心 这些与生俱来的这些烦恼习气 慢慢就放下 所以这个 很多人 比方说 他一看到谁就生恐惧心 大家 遇到这样的人 要设身处地 不要说 有什么好怕的 真奇怪的人 你这样就伤了人家 我们讲这种话是什么 就是 站自己的角度 一切事离不开因果 他一定过去今生 被水下过 所以往往很多 心理疾病是过去生带来 就有了用催眠的方法 但是这个催眠 我觉得现在有时候用什么方法 到时候又执着那个方法 甚至这个用催眠的人 又好明文力养 又搞得 又陷入法难 所以 所以黄念主老计是说还是念佛稳当 不管过去生世怎么袭然 就老实念这一句佛号 慢慢心就清静了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这个最好的方法 那人能懂得 自己很多 这些恐惧 可能都是过去今生的因素 那就要懂得把它放下 不要再去执着它 就像六祖大师 这个二祖慧可说 他心不安 那是忘的心 忘就是假的 你不把他当真 他就干扰不了你 把他当真是怎么样 哎呀我好害怕 你把那个害怕一直扩大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都把他认假为真 他就障碍了 常常念阿弥陀佛 本来唯物何处惹尘埃 这些烦恼挂碍 慢慢也会淡 深处熟 熟处身 让佛号越来越熟 这些性情啊 烦恼慢慢就深了 陌生了 好 这四个比丘啊 讲完了 佛陀听到了 告诉他们 这一些感受啊 都是过去深 影响的 接着佛讲 什么最苦啊 有这个身体最苦了 哇你看 我们当老师啊 假如这个同学啊 在讨论这些事啊 都讨论不彻底 最后你 给他close 马上一句话 策法原底啊 我有这个 就这个机会点 就抓得好了 所以老子不简单啊 他老人家说 无有大患啊 我最大的祸患是什么 唯无有生啊 我假如没有这个身体的 我有什么好悠患的呢 是吧 有这个身体的 就怕死了 有这个身体啊 就怕饿了 就怕好多了 所以一个人呢 这个把自己放下来 为众生呢 就不苦了 孔子为众生呢 释迦牟尼佛为众生呢 完全不为自己的 孔子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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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食饮水 屈公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也 他很自在啊 所以那个十六集的孔子传呢 拍得很不错啊 唯一 唯一 有几点遗憾啊 第一点遗憾啊 把孔子拍得太苦了 孔子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什么 还有一点呢 这个齐国啊 敬了女乐啊 敬了这些美女啊 那些镜头拍的有点太多了 这个就带一下就好了啊 含蓄一点就好了 不能太多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烟呢 这个度要掌握好 但这个拍片呢也是 费了不少精神 也很讲究 好 所以这个佛陀你看 一开口就把礼给讲透了 策法底缘 这个身 好 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了 我们开悟没有啊 怎样离苦啊 把这个身的执着放下了 就能离苦了 而且啊 常常要想啊 身是苦本啊 身老病死 怨证慧爱别离 都是身心的痛苦啊 这个臭皮囊不能执着啊 我们目标明确啊 取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啊 要去换一个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身体 哦 那就不能执着这个身呢 不能执着世间一切人事物 都要放得下 好 女人呢 对这个身体呢 容易执着 从哪里看出来呢 从每天花在这个身体的时间 看得出来 所以 男人女人 不同的人呢 会产生的执着点不一样 这个都是留恋啊 都要彻底放下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灵终被此爱所牵 神多爱福啊 这怎么可以多贪爱呢 你看我们出家的高僧呢 也都视线给我们看 也都视线给我们看 对物品有执着 有一个高僧 精壁风 缠定功夫很深啊 啊 结果呢 他的阳寿到了 颜头王 请鬼族啊 来抓他了 结果一来 他入定了 找不到他了 所以人没有妄念的时候啊 无念啊 是无妄念叫无念喔 不是无正念喔 大家不要误会啦 你说我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会掉到无想天去啊 你要有正念不能有妄念 所以那个无念 是无妄念喔 这个不能解错啦 我有正念啊 正念现前对境界了了分明喔 清清楚楚喔 就像下年居老居是指导我们的 念佛处事要用第一念 第一念就是用真心 就是用正念 所以念佛的时候可不可以用真心啊 可以啊 大家有没有 念佛念到哇 身心舒畅有没有 那一定念的时候跟第一念啊 跟真心很相近 才会有这种受用啊 大家有没有念念念 哎呀念不下去了 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没有这个经验 因为在念的时候妄想纷飞嘛 那我就很烦躁 当然念不下去了 那铁钉念的时候 着急了 哎我能不能一心不乱了 啊 哦 或者念念念 人我是非 一直转啊 这个都要检查出来啊 夹杂这些念头啊 这都是妄念的 哦 所以念佛时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老实念句 这是第一念 哇真的能够 一切莫管 什么事都放下来 哇你念那一句 一身佛号 一身心啊 都能感觉到佛菩萨的加持啊 他感觉到了也不能执着啊 你一执着了又是妄念了 哎大家有没有经验 哎呀我今天念佛的状态不大好 昨天比较好 哎 注意到没有昨天比较好了 哎他现在的烦恼 起因是圆 圆了昨天的那个好了 是吗 昨的那个好了 哎当下能够把这个念头放下来 还是可以念的很受用的 哎 好 好 所以这个 无念不能解错了 啊 这个 我们在发道群里啊 在六祖禅经里面呢 对这个无念 开解得很好 不能解错了 哎 不是本心啊 学法无益啊 假如我们把真心理解成 没有念头啊 连正念都没了 那不就变成使目搞灰了 是吗 你到无想天去了 哦 所以这个 不能理解错了 哦 就像这个 了凡先生 遇到云古禅师啊 对坐三天 没有起 这些妄念啊 这个云古禅师觉得他的功夫很高了 是吧 就问他 他说命都注定了 没啥好想的 哦 云古禅师笑了啊 我以为你是豪杰 什么是豪杰啊 没有妄念 正念保持住 哇 这是功夫了 不让妄念再起来 哦 这不简单 哦 哦 佛家叫保认 哇 你能见到自己 没有妄念再起来了 哦 能见到自己的真心了 哇 这很可贵了 但是要保认他了 把这个正念要继续保持下去 嗯 叫悟后起修了 哎 见到自己没有妄念的状况 啊 正念的做正念分明的状况啊 哦 那会尝到法喜啊 嗯 嗯 世间的东西啊 就比较容易放下来 那 世卫哪有 法未浓啊 嗯 嗯 但 误后要起修啊 要 要保持这个正念才行 啊 正念一直保持住了 啊 这都是清净心了 都是定 保持到一定程度 开智慧了 好 哦 那这个金碧风禅师啊 他虽然禅定功夫很高了 找不到他了 结果这个鬼族啊 跟当地土地公 打听了 了解一下这个金碧风禅师的情况 土地公说了 他有一个皇帝赤的玉波啊 他很喜欢那个玉波 这个鬼族一听 哇 有灵感了 把他的玉波拿来 敲他 哇 这么一敲呢 金碧风最心爱的玉波 怕人家敲坏了 出来了 出定了 哇 一把抓住 把他带到盐罗网那里去了 这个金碧风禅师很聪明 他说 哎呀 哇 我就是太喜欢这个玉波了 带走以前 再让我看一眼吧 鬼族也是有慈悲心 好吧 那你看吧 这个禅师拿着把这个玉波摔破了 他又入定了 抓不到他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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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记啊 啊 啊 叫 是 若人欲抓金碧风 啊 除非铁链所虚空 啊 啊 人没有没有念头了 心 跟虚空融在一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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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落人锁得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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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抓我金碧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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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锁我金碧风了 啊 你看 你世间还有一个 执着的物品 都不能往生极的世界 你有罩门啊 啊 啊 诸位忍者 我们有没有罩门啊 啊 所以修行真干 从哪里干起啊 从最难放下的干起来 啊 就修行啊 非帝王将相所能为 要来真格的哈 不能 做做表面功夫啊 要干就干真的 从难处 下手 好 哦 所以 这个 人呢 不能随顺自己的想法 看法 哦 你说啊 我规划了 四十五岁以后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 啊 还是要依啊 主事道的经典来思维啊 啊 我们都有遇过 朋友啊 哎 哎 很努力工作 不是乐在工作 哎 是三四十岁啊 身体就出问题了 好 啊 这个 跟 跟大家谈到的啊 这个精情教学 啊 因为师者所以啊 传道授业 解惑也 啊 哦 那刚好有同修啊 啊 问琪呢 昨天 昨天 啊 刚好一条龙课程呢 好像有同修问这个 中医的问题啊 别问我中医的问题 啊 文造有先后 宿业有专攻啊 啊 啊 这个 啊 啊 中医的问题啊 我最多跟大家讲三句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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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坐牢啊 啊 帝内经 教会的 啊 所以请教人啊 也要 有智慧判断 不能问错人啊 啊 要问对人 好 不过你今天问我啦 也是跟我有缘 啊 所以推荐你啊 今天 啊 这个中国时间 下午五点半 啊 啊 这个 这个杨医师 周医师啊 啊 他们有课程 英国汉学院邀请 啊 啊 这八四三二七三 啊 八八八八八 啊 这个 Zoom How 欢迎大家呢 啊 这是谈冬季养生啊 现在进入 要进入冬天了 哦 还有 这个忧郁的预防 欸 谁要预防忧郁啊 我现在觉得每个人都需要预防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工作 生活压力啊 啊 确实比以前的人多很多 时代变化太快了 啊 而且我们 我们所吃的东西啊 无量寿心说 饮苦食毒啊 所以这个 这个饮食条理啊 要懂 不然当你的身体啊 不舒服的时候 也会影响心理 长期身体不好啊 心也很容易郁闷 身心是互相影响的 好 那 有个问题呢 这个我得回应了 因为 这个问题因我而起 我们得要负责任 哦 所以 成德 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交流的 假如听完之后呢 你 反而 产生疑惑 越想越想不通啊 这一定要问我啊 不然我要背因果了 我们讲学是要帮助别人 放下忧虑牵挂 分别执着啊 不能还搞得人家痛苦了 好 那因为昨天有一位 雷老师问了 他带初三的班啊 那初三有升学的这些 现实状况啊 好 那体制内的课程任务 特别是到了初三高三 这个 学济啊 那 那 这个 我是用了一个词啊 叫面对这个情境嘛 不能太理想化 你得兼顾现实状况 是吧 对啊 但是我用了一个词啊 妥协 那同修就说了 那妥协不就没有原则了吗 所以啊 所以啊 我以后不用这两个字了 用这两个字 延伸出人家 起疑惑了 我以后就用了 不能太理想化 要兼顾现实 是吧 这样人家就不会误会了 所以你看讲话不简单 就像老和尚讲经啊 他很柔软 比方说 你要引导你的家人吃素啊 你就要兼顾 客观现实情况 什么是客观现实情况 就是你家人饮食的接受度啊 是吧 你一下子 婚 全部不用了 然后你的厨艺又不怎么地 哇 变成什么 大家吃饭挺痛苦的 你们有没有吃饭痛苦的时候啊 我有啊 所以我功夫太差了 一到吃饭时间啊 恐惧感就上来了 什么时候呢 疫情期间 被关了 两个礼拜 还是一礼拜 我有点不记得了 痛苦的事情 不要记太清楚也好 我有遇过 这个同修啊 一谈痛苦的事啊 连那些细节 巨细迷在那里讲 我说 这个好像也 记忆力用错地方了吧 哇 这些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干啥 那因为啊 那都吃什么饭呢 第一 通通是凉的 是吧 人家呢 人家呢 那都是集体钉过来啦 凉了 再来呢 又油 然后呢 放一堆 素肉啊 素什么啦 哦 我就特别 对这个加工的东西啊 对这个加工的东西啊 很敏感 吃完呢 又很口渴 哇 所以梅子 要打开饭盒 又期待 又怕受伤害 吃吃吃吃 吃了那么多天啊 哇 连吃饭都会害怕 哦 哦 哦 那 你看 当我们为人家好啊 可是你太执着 你看起来是原则 事实上那个原则里面呢 加了执着了 哦 所以原则跟横顺众生不冲突啊 这个法才是圆融的 是吧 这个叫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当使其可从啊 所以所有的教理啊 一定跟真心相应 真心不会执着 所以不会教人以善物过高 那种现象就执着了 不然会设身处地啊 考虑对方的接受度 甚至会沙盘推远 哎 这样说了这样做了 可能会出现啥情况 好 所以老人家很多 应激的 教会都是 能考虑现在人的状态 老阿上为什么推实念法 因为现在人忙啊 你要寻寻善用 哎呀 一天才念九十声呢 不用花太多时间 他欢喜接受了 他养成这个习惯 念念念他有受用了 他会增加了 他再继续听老阿上讲经了 李越明白他越肯干了 可是假如一开始老阿上 不行 你们每天要给我念两个小时 哎 下次他就不来听经了 对吧 哦 你说要念才能出轮回啊 讲的也很有道理啊 可是心里其实有执着有要求 那个就 不是坚持原则啦 好 那 所谓的这个原则啊 就是能够啊 让众生 的心 都能 不断的 恢复真心 我们的做法就是符合这个原则 而今天你不 考虑现实状况 比方说 学传统文化最重要 考试不重要了 那我请问你 家长还会继续支持你吗 你学校的领导还会继续支持你吗 那你没有兼顾事实啊 一定遇到障碍 可是你遇到障碍了 你看 他们都是没有善根 这个 一禅题 那到底谁是一禅题 很难讲啊 可能这些阻力啊 谁造成的 因为我们没有兼顾现实状况 没有顾及他人 的认知程度 就让别人感觉 我们特别执着 所以 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救他们 结果家里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要救我 但是这个推救根源 还是我们先学的人执着了 不然学佛就是学做人做事啊 做人做事都提升了 我相信没有亲戚朋友会 会误会你 会障碍你 不可能的 我们切记啊 佛法种实质啊 实质是放下习气 放下控制要求 实质是 把做人做事 把做人做事 落实出来 所以为什么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为什么人家会反对我 我们得把原因找到啊 好 所以我们这个兼顾现实状况 在辅导孩子课业的过程 也都在教他做人做事啊 也都在教他做人做事啊 你要顺势而为啊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在恒顺这个要面对现在深学的这个因缘的时候 我们也在肯定孩子的孝心啊 肯定孩子这个专注啊 有耐心啊 有恒心啊 不出心啊 就在这些静缘里面 增长他这些善根吗 好 那这个 这一位同修说了 随缘妙用 动了得失心 动了情绪 动了心就不妙了 可是深学主义下 不动心 不动情绪 谈何容易啊 我昨天可没有说容易 可是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妄心了 我们当然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啊 一动得失心 观照到了 放下 动情绪了 放下 没有办法一下不动啊 我还是给学生发脾气了 也很正常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一个人说 我从今天开始 不发脾气的 然后他就不发了 你们见过没有 假如有啊 可能是 去远回转世 这个赶紧要请他出来 这样呢 我就随起赞叹 让他讲课 这个我就可以好好念佛 我这个功力 太差了 这些方方面面的 都要提升 好 好 所以都是有过程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这个动情绪啊 这个很熟了 慢慢 陌生 慢慢放淡 好 好 那个回答问题 我们 12月 31号 会安排回答问题 当然有比较紧急的 这个 我们会在一般课程里面 在 会抓时间 再回答 好 那我们进入呢 今天要谈的这个 部分 我们刚刚讲到 第三是精情教学 第四呢 和盘托出 就是毫无保留啊 所以这个孔子 佛陀 包含师父上人 每一堂课 甚至每一句话 都是和盘托出 我们世间话叫 掏心掏肺啊 这个我们得要珍惜啊 第五呢 是因财施教 应激说法 这个都要 有善巧方便 第六呢 是引导启发 我们用经句来体会 278页 这个 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举一语 不以三语反 则不复也 我们从第二段看起 此为圣人教学方法 这个我们前面有谈过 但我们还是复习一下 这一句教诲 孔子是用启发式的 那我们教学的人呢 用的方法 要跟孔子相应 不能背道而耻 不然会误人子弟 李济学记讲了 导而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拽着他 抢而扶义 抢是鼓励他 不否定他 这否定有时候 话用 过激了 变成了伤了人家的至尊 开而扶打 这个开就是启发 不是啊 打就是通通都给他讲完了 灌输的那种状态 大家有没有讲话 在那很着急 硬是要给他讲到他 给我点头不可 其实这种心念就已经不妥当了 我有见过同修啊 真的一开口就停不下来了 人家打哈欠了 他继续讲 人家看手表了 他继续讲 如路无人之境了 这个 还是要效法孔子 那奋是学者 孟心求之而为悟 他一直在琢磨 但是还没有悟通 孔子乃为启示之 点他一下 你们有没有想东西想很久 突然 良师亦友给你一句话 啊 豁然开朗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这个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你听老师的讲经 突然听到来一点 这豁然开朗 大家都没有豁然开朗的经验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同学 就问我 他说 老师啊 这个情职很重啊 怎么办呢 他可能是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吧 我当下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情职重啊 对谁有好处呢 听了之后好像若有所悟 我也不知道他悟到哪去了 是后来啊 是后来啊 过了可能有一年多了吧 后来这个同学又提起这件事 老师你那时候有跟我提了 情职重 对谁有好处啊 人他一直琢磨一件事啊 有时候 你点的那个点呢 他 他能接受啊 他能 有所领悟啊 他可能就有受用了 其实我们都说情爱情爱啊 这个爱啊 爱是去爱人 你这种状况就对谁都没好处了 你还执着他干什么 人有时候也是苦苦苦苦苦到一定程度啊 突然那个时候老师给你点一下 比较容易放下 像我自己的经验呢 情职太重了 遇到情观呢 流眼泪啊 然后呢 母亲说了 哎呀 你这个 这几个月流的眼泪啊 比你这二十多年还多啊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妈妈已经在点我了 太愚痴了 没被点醒 我当时候啊 只是问了我母亲 我哭得这么厉害呢 你怎么都没哭啊 我母亲说啊 你都哭成这样了 我再哭那场面不就失控了吗 哇 我当时候心 心突然光亮起来 为什么 我知道谁最爱我 就是母亲啊 你看她随时替你想啊 她没有为自己啦 这才叫真爱啊 后来呢 后来呢 就在那一段时间啊 念《无量寿经》 念的时候啊 还在流眼泪啊 你看太执着了 可能也是欠人家眼泪太多了 我记得好像有看过啊 有一个人 为情爱在那里流泪啊 佛就提醒他了 你过去啊 伤了人家 所以你那个泪水啊 可能要流多少多少啊 才是把债给人家还完了 所以 下一次大家哭的时候啊 伤心的泪的时候 要有警觉性 欠人家 欲知前世应 精深受者世 但是我不是叫你继续哭啊 你已经觉悟了啊 不要用哭来还 用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来还 这样对你对他更好 要用理智啊 不要都是业力做主啊 所以当时候念 念经啊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点啊 结果念念念突然念到 人在爱与意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这个是无形中啊 佛啊 看你这么执着这个点啊 刚好透过这个经文 再给你一加词 哎呦被点了 点的话了 哭不出来啊 从那一刻起啊 你哭啥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你何苦呢 你哭的死去活来 他就理解你了 他就念念为你想了 那 那个苦是自找的 我们太强求了 诸苦皆从贪欲起 贪求 贪求什么 你贪求他念念都能替你想啊 谁念念为人想啊 菩萨 你怎么要求你的另一半变成菩萨 你要要求谁变成菩萨 要求自己变成菩萨吗 当你变成菩萨了 他也很快会变成菩萨 因为你是他的真上元吗 而且他居然看到一个凡夫变成菩萨了 哇他会很震撼的 是吧 所以这个老和尚 讲经的时候说 他说他爱你 听听点点头 假话别当真 当真你麻烦就大了 是吧 你一听当真了 他爱我 他的心念没在你身上 你就生气了 你就不高兴了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跟他没关系啊 你把他当真了 当然 或许人家也是真的 他是那一刻是吧 他又不能念念保持慈悲 那他就快 以后再不久就是法身大师了 念念都是正念 念念都是慈悲啊 念念流入沙伯落海 所有的苦都是自己 贪求产生的 不干别人的事情 真感情叫慈悲啊 他修成菩萨了 那他有慈悲心念念相续的嘛 好 阿斐是学者研究有德 而未能说明 孔子乃未发明之 使其啊 或然贯通 大家有没有遇过 跟同修们在交流 好 然后你要表达你体会的那个呢 有点表达不出来 突然 突然 有一个同修很理解你 他就表达了一下 他说 对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医生 这个是孔子他能观察 他的学生是 有所得 但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说明出来 乃发明之 使其啊 过然贯通 所以若学者 不奋不菲 孔子则不为启发 你看他到那个时机点 可以启发他 大家有没有经验 跟一个人提了好多次 他也没什么领悟 这个就是我们 观自己的心 太着急 急着 一直提醒 提醒不对 时机点 就会让人家感觉 你很啰嗦 或者你很 控制要求 反而人家 会想 远离你 但是假如 这个老师是 这个 学生是有愤 有肥了 他一点波 豁然开朗了 这样的老师 人家很愿意亲近 因为不到这个时机点 无助于学者 对他们有帮助 承得观察 好多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十几岁 二十几岁 悟性被堵住了 悟性堵住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我去观察 教他的老师 包括他的父母 太爱讲道理 一讲就停不下来 都是灌输式的 最后就听着他一嫩一嫩的 那 他这些理啊 堆了太多了 贯通不了啊 他的头会发胀 会伤脑筋 所以这个 启发式教学 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举一语 而四三凡者 四是等待 鱼 就是角落 乌有四个角 已经 启示他一个角 鱼三角 可以从类可知 以此类推 应该还有其他三个角 若此人不能以类反四三角 则不负教士 可能他还误不了啊 不着急 不是说不教他了 孔子毁人不倦 但是也是要抓时机点 好 这个举了 数额 篇的一句 我们再看 这个 505页 这个也是引导启发 子章问 是何 是何如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灾 而所谓打者 孔子用反问的方法 子章对约 问出啊 学生的想法 你要知其心啊 你才能掌其善救其师啊 子章对约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你了解学生的理解了 子曰是文也 非达也 你的那个认为啊 他是文不是达 夫达也者 直指而好意 察言而观色 律以下人 在邦必达 在家必达 夫文也者 摄取人 而行为 居之不宜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好 我们看一下讲要说了 子章问了 是是读书人了 要怎样才叫做答呢 子曰 子曰 何灾 所谓答者 孔子反问子章 你所说的答 是何意思啊 你的理解呢 子章回答了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在家必闻 子章所解的答呢 是在邦国做事 一国之人 都知道他的名 都知道他这个人 在邦清大夫 等于是很重要的官员 家里做事 整个大夫 全家的人 都知道他 必闻其名 那孔子说了 是闻也非达也 那这里 就是说 我们领悟一些 异理 有老师可以请教是比较好 不然怕悟错了 像我们带 十几岁的孩子 其实他的领悟力 也就慢慢在提升了 他读了很多经文 经典 他有没有可能 一文解义 有可能 可是假如那几句很重要 跟他做人主事很有关 他自己理解的篇 他又不知道 所以 一般来讲 读经 还没有讲解经文 所以 所以 这些同学们假如 他自己读读 有什么领悟 可以让孩子们 有领悟可以说出来 交流交流 那 有一些句子是很浅白的 遇到机会点就可以开解 不能又死守 老和尚说不能讲解啊 那父母乎应悟反都不能讲解啊 那就又产生执着点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每天 有没有可能他撞到东西的时候 这一句可不可以拿出来啊 可以啦 这些很浅白的 跟他生活息息相关的 一有七元 点播他 我们遇到一个同修啊 他读无量寿经啊 读到如瓶得宝啊 他把他解成 很贫穷是宝啊 所以他就把房子卖掉了 生活就要过得很穷啊 你看他理解错了 他够善根吧 他都要依佛去做啊 你看一般的人 叫他过贫穷的生活 他不干啊 你看他多有善根 他解错了 那是比喻嘛 儒那是比喻嘛 他把他解错了 所以为什么说 他有理解啊 这些孩子们你 跟他交流交流 怕他误错了 孔子是说 恕富贵行夫富贵啊 恕贫贱行夫贫贱 你一个人有富贵啊 结果你过的日子是穷得要命啊 首先你的亲戚朋友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又造成他的误解啊 我们不要一执着啊 就入无人之境啊 都感觉不到 可能造成别人的误会了 所以孔子这些话很有味道吧 你是富贵 你就顺着这个缘 你去慷慨不失 你这么做没有人会反对的 而且还会带动有钱的人啊 你很有钱 跑去垃圾桶里面捡食物吃啊 那有钱人看了你 这佛不能学啊 学成这个样子了 你把这些人都吓跑了 所以不能顺自己的意思 去修行 要顺佛菩萨的教诲 儒家佛家这些教诲 是指导的 慎重慎重啊 相信自己的意思会表错法 所以修行是修正 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 就像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 很多人也有他一套人生的规划 但是他不一定知道他这个想法看法不对啊 甚至于 也不一定是对不对的问题啊 是 你这个想法 他境界的高低啊 是吧 你要想45岁了 你 你才来过你想要过的日子 你何不调整 现在就要乐在工作呢 那不是更好 所以这个调整 但是我们不放下自己的想法 就调整不了了 好 那 那 答与文呢不同 孔子先指出啊 指章所解的不是答 那只是文 这一段对我们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读书人 我们现在在修身呢 解错了 方向就错了 修偏调了 记者啊说明何谓答 何谓文 夫答也者啊 答是通达 一个人要是通达的话呢 他的本质必然正直 正直 正直就是 很真诚 柔和直直 你看那个 直直 就是真诚 直直而好意 直直 真诚 我们说成才能感通 至成感通 所以 要真诚正直才能通 而且还要 好行义事 很讲道义 你看我们要通佛经啊 佛经从 佛的真心流出来了 佛的真心是真诚 人不真诚啊 你要把佛经解对啊 不大容易 不相应 所以讲学的人呢 最重要提升自己的心境 让自己的心啊 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所以越来越相应 心境提不上去啊 心境提不上去啊 一讲话很难不讲错 心境偏的不知道 嘴巴出去了 在台上 骂人 搞得当下气氛很凝重的 有啊 我们也有遇过啊 你说当事人 他 没有关照到 他有关照他 他就止住啦 甚至于他在讲的时候 他还觉得他很对啊 所以这个心是根本的 那一个人很真诚慈悲啊 心形一如啊 你说这个人很慈悲啊 别人需要的时候 他都没有什么行为 那不对啦 所以他好行义事 很讲道义 情义 所以说直直而好义 这是打的基本条件 如果没有执行 执行是菩提心啊 是真诚啊 又不好义啊 如何通达 此外啊 又要有察言而观色 的知人之名 察言观色是好的 现在好像这个词啊 一般用好像是 比较贬义词了 我们还是尊重原来的 如一讲的 察言是能察人言语 而知人家的心意 而知人家的心意啊 知人家的心意啊 出言才能顺人心 哎 不要讲那些 不要讲那些 忤逆别人的话 啊 观色是能察人颜色 而知人之七情啊 你察言观色 了解他现在的状态 你才知道话能讲两分 还是讲八分呢 这是了解他人的心理的能力 一个自心通达的人呢 必能通达他人之心 必能通达他人之心 自知而又知人 之后啊 急需律以下人 中庸里面有讲到 啊 这个 能够 为 这个天地制成呢 唯能静其性 能静其性 则能静人之性 静其性啊 就是自己啊 啊 能明了自己的真心了 静其性了 自心通达了 能静人之性 静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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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人之性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他很能去理解别人 而且佛门常说 是他不恶 举个例子 我们今天在修学的过程 我们在对峙脾气 对峙了好一段时间 好不容易扶住了 这是我们在敬我们的性 我们在恢复我们的真心 你走过来了 当你看到别人在对峙习气的时候 你会不会说 你马上要改掉 不能等明天了 你会不会讲这个话 不会了 你能体恤他的状态 能静人之性 则能静悟之性 你这个真心还能延伸到体恤众生 亲亲而人明 人明而爱物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中 像曹兵 他是武将 可是非常仁慈 所以他的后债也很好 武将后债好着不多 他冬天不盖房子 不修房子 因为你做这些事的时候 有可能那个墙壁里面 有冬眠的虫 你一有功臣 他被冻死了 他就体恤到这些生命 所以这里讲 自知而又知人之后 急需律以下人 那这 注节呢 马荣 这是宋朝的大儒 注为自律 就是常有迁退之志 这律以下人 其实就是很谦卑 谦卑才能守住德行 谦卦 所以为什么了凡先生 视讯里面最后叫 谦德之效 有谦断恶修善 才能保持住 查颜色 观颜色 知其所欲 其自律 常欲以下人 于趋源 群经平易 考据 这个律 是无律的减审词 好 无律与这个大 这个自恋 这个我没把握还是别念 这个意思是大凡的 当然这每一个注节都不大一样 凡事都愿居于人相之意 其实就是很谦卑 所以马于两世之士 可以并存 所以人人都有傲慢心 都想居于人相 果能居于人相 就是谦让而不傲慢 然后无往 而不通达 所以结论 在邦必达 在家必达 周一牵挂六窑皆几 其故在此 刚刚那个字是念底 大底就是大凡 凡事的意思 凡事都能够迁退 能够居人之下 我们之前有讲过 有一位台湾的高僧 原音法师 他有一本书 毛棚语录 毛棚杂技 毛棚杂技 他有一段 法语很有味道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越学越简单 简单到只有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诸位忍者 这样的日子好不好 我们别搞复杂 搞得自己心烦意乱 越学越惭愧 好事与别人 坏事 向自己 这很有味道 这也是论语里面教我们的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不推卸责任 把过失往上 往身上来 这个在家庭里面 很重要 真广贤文说 贤人真罪 家里面出了什么事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真罪 愚人真理 家里出生什么事 论理 都在那 谁错了 就是自己没错了 家庭付出 氛围就不一样了 所以老和尚有一个末宝 彰显这一个心境 而且是以顺王为榜样 圣人常受天下之责 而无责任之心 你看他的后母 父亲 弟弟 这么害他 他也没见他们过 还是我做得不够好 越修越惭愧 好事与别人 坏事向自己 第三 越修越谦卑 谦卑是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 时事凡夫 所以圆音法师 把应主的教诲 拿来用 越学 越谦卑 所以是律以下人 所以我们是要当身成就的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他是当身成就的榜样 我们的心 要跟善财的心 相应 善财的心境 只有他是学生 一切人事的境缘 都是老师 那他当然谦虚 他这个心境 谦虚 那这样的心境保持住了 他遇任何境界都在学习 都在提升 所以他能当身成就了 接着 夫文也者 文是名文 就是名气名誉 我们昨天一条龙也说到 文欲恐 文过行 名是福报 想了名 没有实质的德 很损服的 这些道理明白了 理德兴安 心就不会去贪穷名 所以有道之人 他是长名或桃名 小人则真名或孤名 钓鱼 孔子解释答以后 再解释文 文是摄取人 摄就是他的外表行为 采取人 即是装作人人的样子 而行为 行为不是人人 恰与卫装的表面相反 比方说 我们在传统文化 讲课 对大众 学老和尚 很温和善良 回到家里 常发脾气 在外面都是装 不然台下 台上 单位家里 一不是二 是二的小心 学错掉了 而且他自己 已经 在卫装了 他 不觉得 居之不宜 处在 卫装 忍者的地位 而不疑惑 自以为 自己就是忍者了 因为什么 别人也说 你好直辈 你好柔软 越天越舒服了 自以为 就是忍者了 与人 真名 夺利 还自以为 是 于是 求名 孤名 到处都有 名文 所以 结语 因为他 很好名 他又很 刻意在 做 忍者的样子 给人家看 那当然 在邦必文 在家必文 那一个读书人 不知不觉 落到这个地步 那就太可悲了 他方向就偏掉了 好 所以 这个 修学的次第 大学讲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是很有道理 不然 一跳 就是要利益 社会 大众 然后 别人又 赞叹 自己 很觉得 是这个样子 我真的 遇过一个 男众 跟我年龄 差不多 他就对着 大众讲 我 做 终身的 义工 当场 大家就掌声 诸位同修 面对境界 不要太激动 不要太激动 你不能判断 当事人的心态的时候 不要太急着 要赞叹对方 结果他后来 结婚了 还生了个小孩 他不管 他不管那个孩子 自己在外面 做义工 这很没有 不负责任 所以前面讲的 直直 和 好义 请问一个人 好义 首先表现在哪 他连 亲身骨肉 他都没有 情义 道义了 你觉得 他去做义工 那个是真情义 对啊 你不爱 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备理 所以后面这一句 一个读书人 不知不觉 真的会落到 浩鸣去 这个不在少数 这些话提醒我们自己 真的 不能自欺 敬而去欺人 我曾经劝过 不少为 讲学的 同仁 让他们要 敦伦敬分 你的孩子不教好 你还在台上 跟人家讲课啊 我觉得这个底气 会比较不出来 我能欠回来的 不多 我都劝不回来 其他的人要劝他 我觉得也不容易 因为我跟他 有这个缘 我的身份 都劝不动他了 其他人 我看也很不容易 所以 这些经句 真的都在提醒我们 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无量节来 遇到稀有难逢的 念佛法门 遇到这个 可以当生成就的正法 这些修学的岔路 我们得甚至又甚 不能偏走 好 抱歉 今天时间超过了 等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这些修学的岔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